而這一波寒流到底影響到什麼時候呢 從畫面上您可以看到 現在在太平山又再度降下了瑞雪 而其實南北兩個天氣系統 相互夾擊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會一路冷到耶誕節 一陣強風吹來 讓人冷的直發抖 外出得穿後外套全身包超緊 寒流來襲全臺宛如進入冷凍庫 東亞寒潮爆發 急凍時間拉長 雲街還是相當明顯了 所以冷空氣還是持續在南下當中 因此雖然最冷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溫度回升的幅度還是比較慢的 針對在北部跟東北部 還有金門發布低溫特報 強烈大陸冷氣團將台灣整個覆蓋 東亞寒潮爆發在24小時降幅快速 東亞地區出現極端低溫 甚至還有暴風雪 這波冷空氣範圍廣 降一路冷到耶誕節 加上高空暖湿氣流北上 帶來水氣造成全臺濕冷 昨天開始一直看起來 在新竹以北到宜蘭 這一波寒流影響的期間 大概會到25號左右 韓國紀州島的後緣 其實也可以看到明顯的 一塊一塊的雲街或是雲洞的現象出現 微信雲圖被雲層覆蓋 在台灣上空白茫茫一片 雲系眾多 北方的冷空氣往南推進 經過濕暖海面引發垂直對流 一團團白雲連接起來 長條撞雲系就像街道 行程南北走向的雲街一出現代表冷空氣非常強 看到這種雲街其實表示確實 這個冷空氣的強度是相對是比較強 大概就是接近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很容易會在這個東海渤海這一帶還有黃海看到這種所謂雲街的現象 雲街的出現恐怕在刷新低溫記錄 而在周日還有一波冷氣團雖然沒有這一波冷 但隨著南方水氣移入全台都有降雨機率 務必要做好保暖準備渡過南澳寒流 吉爾章 許雲林施達 台北報導